苹果执行长库克16号晚上突然现身在中国成都 出席在太古里门市举办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比赛 这款游戏是由中国腾讯天美工作社开发 在全球都很受欢迎 虽然外界不清楚库克为什么会突然为了手游比赛造访中国 但是外界认为可能是要挽救iPhone在中国的买起 iPhone 15系列开卖日当天 中国上海的苹果门市挤满果粉 但现在却传出iPhone 15在中国的销量远逊于iPhone 14 光比开卖前17天的销量就差了4.5% 与此同时苹果执行长库克16号突然现身中国成都 出席在苹果直音店举办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比赛 并在天文中大赞这款风靡全球的游戏就是来自成都 库克造访中国正值iPhone 15销量不如预期 以及美国扩大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的时间点 外媒便关注到库克发文非常小心不在就称推特的X平台上发表和中国有关的内容 库克造访成都后苹果便宣布要捐2500万人民币 约台币1.1亿元给中国乡村发展进机会 库克也在微博上发了数张走访农村与学校建政iPad 协助农业与教育转型的照片 被认为是要挽救中国市场 华为推出Mac 60 Pro以来 在中国的手机销量已经超越苹果 库克这趟中国行是否能挽救iPhone买器 有待时间考验 近新闻张一杰汪永白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